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 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此如行轮 所生诸附生 回向愿众生 昔入菩萨行 照遍住放松 山行并枯着 愿别宁无福 得乐如大汗 愿别进轮回 终不时安乐 愿别细节等 菩萨相续了 愿主世间节 所有注定 愿主世间节 所有注定 愿别进轮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愿与成恶与点栏目 愿与成恶与点栏目 愿主世间节 如为众生 成佛无两步 愿主世间节 如为众生 昔入菩萨行 愿主世间节 如为众生 昔入菩萨行 花为葫萨行 花为葫萨行 心里似花人 不谈何众生 愿主世间节 如如水显摆 愿别萤入菩萨行 如为众生 德火苗天生 欢将天之中 天女共悠悠 云河此终随 祖酒顿圣巨 谁有此妙里 初安生欢喜 思忆望空几 喜见清荡收 愿与此心系 愿醉随觅积 愿醉随秘笈 愿与幽情间 像水般花雨 自天寻飘江 熄灭之余花 暗来一些族 心思和阴阳 喜诗望空净 喜剑深观影 愿与中摇弃 花不见万书 有旁苏来自 无声有万书 不见光散散 一生菩提心 必能灭诸苦 饮乐或众生 宁为今小竹 水远舍笔曲 笔曲约一骨 天余起歌颂 天余起歌颂 浊观摆天声 祭礼连足简 花与林几地 慈悲泪刺目 浮渊与摇弃 一无声跟随 一无声跟随 世间破现的 无碍破色云 飘将芬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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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一笔灯钟 有钟声唤醒 愿笔珠 蓬笔声 面造强诗味 浮渊了归火 悲剧路人了 愿神观世音 烧出甘露乳 宝足阿贵中 永远恒清凉 愿芒间行则 奉着长门声 手笔我眼影 云抚尘无碍 Zither Harp 人若火衣裳 记着的祖师 隔着的精髓 苗微出甘印 缘凭的财富 哭着香安乐 愿彼绝望者 缠绊已永骨 愿主病悠起 速托起病苦 一愿中生寂 已永不胜 愿为无所惧 复着的解脱 若这里江庄 心思忽然无疑 缘中营山谷 处处皆安乐 所求一切灵 无老习成伴 愿珠航行者 成伴一所缘 暗地和海岸 尽有共换菊 愿迷荒郊镇 心语中心语 无忧道护惧 无倦顺利兮 愿珠天舍湖 葫芦仙难处 骄若无护着 与痴连狂图 愿珠无瑕难 举心词爱悔 世永喜富饶 世事已宿命 手永远无尽 犹如虚空葬 无争亦无海 自在相片年 愿美汉为世 荣光细幻返 不幸恰悴者 监囊心壮严 愿试祝福你 戏城难自寒 寒门 寒门 转千许 寒门尽千贵 伴着转千许 愿珠有情中 应无珠福的 悉断意切恶 唱了浮山训 愿不舍写 愿不舍决心 愿不舍决心 为神不提醒 祝福横舍手 断尽朱末眼 愿珠有情中 万首永不强 暗和都市不闻似莫名 愿与主放松 变长如一粒 充满佛佛子 所协妙法衣 不愿是房地 无礼无荆棘 平坦如书章 光华似流离 愿主菩萨中 暗主问法卷 隔一秒功德 庄严佛道场 愿主有情众 相机恒听闻 苗树许空明 所处妙法衣 愿彼长知佛 一记诸佛子 平衣无点语 星空中生诗 愿天将诗语 无故悉放手 人望如发行 世事皆星龙 愿妖剧苏笑 周遇心灵烟 空心落茶灵烟 喜剧慈悲喜 愿中无苦痛 多病未遭罪 无惧绝 无惧不早情 毕竟 无不乐 愿主加难思 强颂一心声 三切长河河 三世喜成般 Zither Harp 人与雪比酒 喜诸阿懒若 卵默重三轮河 静安堪旧山 愿你的离良 断正远渡海 入世总森林 皆远无缺寒 伴着愿生辉 世事缠罪业 手中声声曲 不服事尽节 愿之受尊重 花园结的祖 心曲细情迹 命与便是分 愿离恶举骨 一击逐渐困 负一生偏身 迅速成正卷 愿主有情终 音讯共诸佛 依佛无边赴 恒常或安乐 扩散愿如意 承伴终胜利 有情愿喜得 活着此活年 独觉山温中 远过涅槃 我会等敌见 愿梦温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愿抹住时间 尽出众生苦 众生出苦痛 愿细胞无神 愿饮菩萨的 众生相安乐 愿抹住苦良药 一切安乐远 教法本离经 长久住世间 离经闻书尊 恩生无神兴 一离山之事 恩生无神兴 一离山之事 恩生无神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斋 点灯 慈悲施食 要供焉供 豹子 猎人和母鹿 老猎手丁磊 闯荡山林四十多年 打死过豹子 野猪 鹿 无数 他最擅长的就是打鹿 每回狩猎 鹿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倾 恩 这只鹿还不小呢 丁磊 你真厉害 又打中了一头鹿 是啊 丁磊不亏是鹿的克星 这几天你打到多少只鹿呢 哈哈哈哈 不多的 总共五只而已 啊 这样还说不多 我连一只都没有打到呢 你真是神枪手 嘿呀 没有啦 我只是运气好啦 这一天 丁磊又进山林里狩猎 他在山谷里的一个水塘边 发现了一头母鹿 他肚子圆滚滚 似乎里面有孕育个小生命即将到来 真幸运 竟然是一只怀孕的母鹿 哈哈哈哈 若是杀了它 然后取出鹿胎 熬成鹿胎胶 这样就可以大赚一笔呢 这头母鹿的嗅觉和听觉十分灵敏 他一下子闻到了人的气味和火药的味道 于是转身就跑 这让丁磊一枪击空 丁磊想重新装火药已来不及了 他见母鹿想逃跑 于是一下子将枪朝他丢了过去 母鹿惨叫一声 右腿被砸伤了 倒在地上 哈哈哈哈 打中了 这头母鹿是我的了 哎呀 你还想跑啊 母鹿因为腿上受了伤 很快就被丁磊追上了 嘿嘿 我看你还能跑到哪里 哎 哈哈哈哈 抓到了 怎么样 你还跑得了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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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磊忍着剧痛 挣扎着坐了起来后 发现这竟然是一个补象的陷阱 这种陷阱非常深 就是大象掉进来也很难爬出去的 真糟糕 这是一个补象的陷阱 掉进这样的陷阱要怎么办才好呢 必须赶紧想个办法出去才行 突然 丁磊发现母鹿背后的草叶间 正握着一只饥饿的豹 看样子他掉进这个陷阱里 起码有几天了 丁磊赶紧去摸腰里的匕首 可是匕首不见了 啊 匕首怎么不见了 糟糕 一定是在追扑母鹿的时候给掉了 此时 母鹿临时跪下来 丁磊被母鹿的举动震惊了 他和豹都是母鹿的死敌 面对豹的一步步逼近 通人性的母鹿竟会趴倒在自己面前求生 别怕 有我呢 现在这只豹饿得没多大力气了 要趁他饥饿乏力的时候 和他拼个死活 否则 等他吃掉母鹿有了力气 那可就糟了 突然 豹凶猛地跳起来 呼向丁磊 两只爪子压在他肩上 恶狠狠地张开嘴 而丁磊急忙用手死死地掐住豹的脖子扭打在了一起 渐渐的丁磊有些体力不支 那只豹将他压在身下 尖利的豹牙就要触到他的喉咙 想不到饿了这么多天了 这只豹的力气还这么大 就在这个时候 一旁的母鹿朝着豹 使劲地咬了一口 豹感受到非常痛 于是就放开了丁磊 丁磊趁机爬起来按住豹头 紧紧地掐住他的脖子 豹不停地挣扎着 并用爪子狠狠地撕扯着丁磊的胸口 丁磊身上被抓得血痕累累 这时母鹿一口咬住豹的爪子 忍凭他怎么挣扎就是紧咬不放 渐渐地豹嘴角抽搐 吐着白沫贪软了 朋友松口吧 豹已经贪软了 母鹿抬起恐惧的眼光松了口 由于用力过猛加上豹挣扎 他的牙齿断了四颗 嘴唇也裂开了 鲜血直流 别怕 我们现在是共患难的朋友了 我若是能活下去 再也不伤害你了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想个办法从这里出去才行啊 他俩在陷阱里待了一天一夜后 母鹿生产了 生下了一头小鹿 唉 这头母鹿好长时间没吃饭了 哪里有奶水喂小鹿啊 如果再不想办法出去的话 我们可都是会死在这里的 就在这个时候 母鹿把小鹿带到了丁磊的面前 在他脚上吻了吻 你这是要做什么 你这是要将他托付给我吗 可是我自己也出不去这个陷阱了 母鹿听后咬着丁磊的裤管 把他引到陷阱东面的土壁下 但是距离陷阱底部还是很高 唉 太高了 我是没办法爬上去的 突然 母鹿扑通一声跪下来 像一块垫脚石 他要丁磊踩着他背脊爬上去 丁磊愣了一下 然后抱着小鹿踩在了母鹿的背上 母鹿猛的一力 阳天长笑一声 顶着丁磊站了起来 终于丁磊爬出了陷阱 你等着 我们